哈囉 大家好情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打打特攻啦 好不好 那在我們今天的影片開始之前呢 今天千萬不要忘記要來抽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寶箱的環節喔好不好 那今天我們就來買一下這個670塊 因為我們昨天沒買嘛 所以今天鐵劍給他買一波的 然後後來看了大家的留言啊 大家跟哲平推薦說就是 你可以就是把那個武器換出來啊 因為最好的攻擊就是最好的防禦 然後也有人推薦就是可以換一下我們這個補血衣 其實兩邊確實都還蠻讓哲平猶豫的喔 因為我是怕我之後武器的部分啦 我可能就是會想要玩別的武器這樣的概念 喔又有一個金的 今天運氣不錯欸 今天又中到一個金的 但是這個金的話好像是我們上次有玩過的 就是那個..那個什麼 我們就是那個守衛者的東西對不對 對 守衛者的東西我們是玩過了 但是他就是有增加自己的那個擊退屬性啦好不好 那這個的話是 喔機器人的 機器人的 今天可以來玩一下機器人 這個導彈會自動跟蹤範圍內的敵人 這好像蠻厲害的欸 機器人自動瞄準 這個可以好不好 這個可以 那今天我們就來玩一下這個機器人自動瞄準喔 好 那在我們今天這個關卡開始的這個環節之前 哲平這邊要做一點點小工商好不好 因為哲平最近的話 基本上跟我的好兄弟朋友們喔 我們是... 欸! 準備開一間我們的這個卡牌店喔 那是叫做我們這個貓腳印台中店啦 因為我們是去加盟這個貓腳印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在玩一些寶可夢卡啊 或是遊戲王卡啊 或是我們的W-S 或是我們的... 黑賊王的話呢 基本上都可以... 如果你就住台中啦 都可以來去我們這個貓腳印台中店看看喔 那我跟我朋友的話 基本上這邊是我們這個 OTK雙螺旋宅各宮的這個姚哥跟澄澄 還有我們這邊的這個蛋蛋喔 那基本上的話 我們不時的可能都會下去店裡面跟大家做一些互動啦 所以大家都可以關注一下我們這個 台中貓腳印的這個環節 好不好 大家如果喜歡卡牌戰鬥的話 其實哲平自己下也是蠻喜歡打卡牌的 以前就要打得很瘋啦 只是因為我這邊是做手機遊戲的 就沒有跟大家分享太多了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喜歡打卡牌遊戲的話呢 也可以在這部影片留言跟哲平分享一下 你們對於卡牌遊戲的這邊的一些想法囉好不好 那我們就不拖大家的時間直接來走起喔 那我們就來打一下關卡 然後順便測試一下我們那個配件 這個好像還不錯耶 我覺得 看一下是不是這邊的 替換 然後這邊機器人OKOK 機器人換起來 這個機器人會自動追蹤是不是 可是它好像是黑色機器人而已嘛 是不是 不知道 好吧 我們就來看一下 然後這關的話聽說是這個新手大難關啦 有有有 它黑白機器人都有 會自動追蹤耶 這個好像真的蠻不錯的 因為一往來說的話我們機器人啊 它都是直接打那個範圍的東西 就比較可惜一點點這樣子 它就會打旁邊的範圍的東西 就稍微比較 那麼一點點很可惜 但是這個有沒有看到 它追蹤了 它追蹤了 哇喔 這個直接可以追蹤 那滿街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這個天降正義的話應該會蠻強的耶 因為天降正義它好像本身也不會追蹤對不對 但是如果這個 哇 這個配件如果加帶就是我們的機器人上面 真的是 有點猛耶 有點猛 這個我覺得應該是有點猛的喔 這個大家可以來去玩一下 機器人配件 天降正義應該是還蠻厲害的喔 那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要讓黑白機器人啊 都給它升到滿清 我們來看一下天降正義可不可以吃到這個東西 因為他們通常都是打一個範圍性的攻擊啊 就沒辦法去鎖定 所以我們要自己去瞄準旁邊的敵人 就稍微比較尷尬一點點 但是這一次我們這邊的話 基本上它是會自動追蹤的喔 哇 這個我還用完全全自動追蹤砲啊 這個應該也是懶人專屬之用的吧 因為原本它是在一個範圍上 然後那個範圍如果沒有怪的話 基本上就等於是白炸這樣感覺喔 還滿不錯的耶 很舒服欸 我的天 很舒服欸 這個我還滿喜歡的 這個我還滿喜歡的 讚啦 那為什麼突然會開店喔 其實也是就是我的朋友他們找我的啦 我的朋友他們找我 然後我們想說就是 可以就是 因為本身就有在打卡牌啦 所以大家的話就是 都還滿常在卡店看到我們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打一打這樣子喔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住桃園啦 但是我們盡可能因為是自己的店嘛 所以我們大概也會繼續挪一些時間吧 然後來去跟大家互動這樣子 目前店還在裝修當中 所以如果你是台中人的話呢 欸 搞不好有更多的機會可以跟哲平見面這樣子喔 欸 我說真的就是 要弄一間店真的還滿不簡單的耶 這真的是一個那個 該怎麼說呢 就是一個那個 一個經驗嗎 就是一個一個 一段就是神命的旅程吧 就是其實一間店要從頭用到尾的話 真的是滿辛苦的 所以真的是 團團當初真的是滿辛苦的 結果後來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個咖啡店就沒辦法開 真的是很難過的一件事情啦 我覺得真的是滿難過的一件事情 但是真的很讓人家興奮啦 就是你會想要知道 欸 究竟 欸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這樣子喔 不過我們這一次因為我們是四個人一起開啦 所以我們的那個壓力就會比較小一點點 我們就是人力的話就可以分散 就是比如說 就是我們可以互相幫忙啊 或是互相協助這樣 這邊還是要 感謝一下就是那個搖哥&蛋蛋喔 就是 搖哥蛋蛋還有嗔嗔啦 不能把嗔嗔忘掉 就是他們找我就是一起跟他們一起玩這樣子 我真的很感謝很感謝 雖然是要一起花滿多錢的 但真的滿有趣的喔 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們這邊啦 就盡量選一下就是那個機器人的環節 然後用一些那個吧 用一些能夠就是增加我們攻擊力的 攻擊力的那個就是電池啦 就給他弄自己起來 然後這邊我們有流連的話 我們也是把那個流連的那個 升級的東西給他帶起來 我覺得目前來說 因為大家說這個第20關啦 是新手的這個 恐怖的這個環節 但我覺得他反而是 我覺得有這個毒蝎子的話 對新手來說好像還滿恐怖的一些 因為毒蝎子是真的滿噁心的 滿地都是毒 要不是我的鞋子有抗毒 就很麻煩 應該是這個啦 這個怪物應該是新手最恐怖的東西 因為他會 隔著滿遠的距離然後這樣噴火 好不好 確實是 頂恐怖 確實頂恐怖 夭壽的那種 結果我們現在機器人還沒辦法往上提升 這樣好像有點尷尬 我們今天的目的是要讓大家看機器人的啦 唉唷喂呀 快給大家看一下機器人 拜託拜託 機器人 機器人 真的欸我覺得這次的話確實比較麻煩 因為他會遠距離噴火 尷尬一點點 大家如果怕的話應該是可以帶上 就是那個 斧啊 或是我們其他一些 好用的東西應該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因為這個確實好像 偏麻煩喔 偏麻煩 來 劍技給他弄緊起來 然後這關打完的話 我們應該就可以來換 看要換那個就是 衣服還是刀 哇 真的 可能還要再猶豫一下吧 因為雖然說進攻就是最好的防禦 但是我 我之所以不換就是追光者 就是 還要猶豫的原因是因為我之後可能有一些 更好的武器的話我會想要就是用那個武器 我就不會想要用追光者的這種概念 因為我覺得我目前來說追光者也沒辦法看到紅階的見證 就很可惜 我是很想要看一下他紅階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是真的有這樣想 但是衣服的話就 我有另外一派是說衣服的話其實增加一點點血量 好像也沒什麼 那 確實 因為他是說武器的話增加攻擊力 後期的那個關卡會再稍微比較好推一點點 其實我現在目前來說就是花了一些錢嘛 但是我主要來說感受起來的話其實 也不是說那麼的可以輕鬆隨便亂打 你看我們這邊的話血也是 也是不知不覺就少了很多啊 對不對 這個 確實比較麻煩一點點喔 所以大家可能 我可能在一天的時間考慮吧 齁 再看最後再看一下 到底要用追光者呢 還是我們這個復活甲 但復活甲的話本身能夠復活是滿爽的 是真的滿爽的 可以一直復活 好 Boss來了 我們這個搖搖犬圈 我們現在比較尷尬還是機器人啦 這邊好像 還沒辦法拉到很高等 所以沒辦法看到他們就是 亂蛋騎射的概念 亂蛋騎射 這白色機器人好像還滿好的 喔 有有有 有喔有有 你看他們開始 有點很會射了喔 所以說就是他們這樣射完之後 這可以就是那個 自動追蹤的就真的滿舒服的 因為之前他們都不會自動追蹤吧 那現在可能要那個耶 除攻擊力以外應該要攻擊尖閣吧 攻擊尖閣對他是不是也有用啊 感覺應該也是有用的 那我大概可以理解為什麼這關會這麼難 這個 噴火的這個確實是滿恐怖的耶 難怪是這個新手訓練 你看哲平這邊的話 雖然我們滿身都是那種就是很高階的裝備 但是被燒個幾下還是會死 腰了個咻咧 腰了個咻 趕快去看一下哪邊有沒有那個 雞腿可以吃 看一下哪邊有沒有雞腿可以吃 有嗎有雞腿嗎 有沒有雞腿 拜託了 有嗎有嗎 沒有沒有 我先拿 可是我的血量怎麼變那麼少啊 而且我這邊好像還沒有拿到那個對不對 對我好像還沒拿到就是那個 能夠幫我們自動回血的 我先看一看哪邊有肉可以吃 我好需要肉 I need I need the roll I need the roll 我需要點肉啊 機器人都快滿了 板磚 來了這個 先來一下 至少可以回一點點血量好不好 哇這個被噴死了吧這個 你真的會被噴死欸 天哪救命 好燙好燙好燙 好燙好燙 夭壽喔 是真的會被噴死欸 這不能被圍欸 這被圍你就被燒死了吧這個 夭壽 夭壽 先跑先跑 哇好恐怖 真的好恐怖 我需要先吃肉啊 我想要先升級 要不然就是先吃肉讓我回點血好不好 我現在連我自己都害怕 完了完了完了 這個毒蠍子好像就還好 呃...媽 媽 嗚呦 不是 那個一堆在丟子彈的是什麼鬼東西 我先吃這個炸一下 哇天哪 蠍子好像就還好一點點 媽 嗚呦喔 丟子彈的士兵 這關是不是要用守衛者才比較好啊 這難怪是新手 恐怖關卡欸 連我自己都覺得有點恐怖了欸這個關卡 你看我這個血 永遠長不回來欸 有沒有肉啊 不是說極邁怪物有機會拿到肉嗎 東西咧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哇 我們的復活已經開掉了欸 夭壽在這邊開掉了嗎 哇超浪費 完了完了完了 BBQ了 天哪 那確實欸這關 新手惡夢絕對 你看我們這邊都 花那麼多瑪妮瑪妮對不對 因為他打得那麼辛苦 那沒花瑪妮瑪妮各位一定打得更辛苦 有沒有就是 一次通關的 然後裝備也沒有很強的 有這麼猛的觀眾嗎 下面留言 讓我問你鼓掌 啪啪啪 啪啪啪一下 讓我問你鼓掌 鼓掌你什麼啦 沒錯啦 加油加油 現在應該可以打掉的狀態喔 不是今天這場很少肉你們有沒有發現 都看不到半塊肉欸 都是金幣 肉咧 怎麼沒有肉 天哪 怎麼這樣 怎麼沒肉啦 夭壽啊 怎麼沒肉啊 怎麼會沒肉 怎麼會沒肉 這邊真的是會被燒爛欸 這個為什麼 憑什麼這麼硬啊 還是因為我們又是用機器人的關係啊 機器人是不是其實沒那麼多啊 你有看現在不起來就算你有就是用那個追蹤的好了 但是好像 也不是說打得很舒服欸 有沒有發現嗎 對啊感覺沒有打得很舒服 哇還是沒有用到那個 哇哦 難道要天降正義才是 最棒的環節嗎各位 要天降正義了嗎 哇尷尬了天哪 哇尼勒 哇尼勒 完啦 BBQ啦 完啦 欸你們知道BBQ這首歌一開始其實是我剛唱的那個嗎 好像是其他國家的那個 像就是印度麥可那種感覺 然後他會先就是這個 完啦 BBQ啦 完啦 然後最後才改成就是那個 是嗎應該是這樣欸 我記得我聽到了好像是這樣 可是你看機械人 機械人這樣的話確實是蠻爽的有沒有看到 他開始鎖到這個 鎖到這個過雨了 這樣確實是蠻爽的欸 天降正義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天降正義能不能鎖 可以嗎 我不知道 那我們可以試試看這個 看一下是不是有機會 天降正義鎖一下 這個 我們還有一個能力欸 好啦 守衛者好了 剛剛那個機械在旁邊 我們看看能不能鎖 有鎖嗎 欸好像有鎖有鎖有鎖 喔 所以這個 這個的話是連這個 也是可以的 這還不錯 有沒有他開始鎖怪了 開始鎖敵了 開始鎖敵了 這個舒服 因為原本的話他不會鎖敵啊 那個自動鎖敵是真的蠻舒服的 只是我們現在好像 這個會噴火的怪物是真的抵麻煩 他真的是 很干擾欸 而且他這個噴火的距離感覺就 不管怎麼看都覺得好像 離我們很近喔 哇 天哪 我覺得目前來說好像還偏尷尬欸 有沒有撐過這個藍色恐龍 藍色恐龍撐完應該還有就是紅色恐龍對不對 對不對 完了 來來來 升級起來 追光者 好啦 那我確實覺得我應該 好不好 我有一個答案了 目前來說 心裡有一個小答案 我應該會有點想要先升追光者嗎 感覺啦 有可能 好不好 我們到時候再看 喔 終於有肉了 終於有肉了 肉來啦各位 吃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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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然後這個補血的也吃 有慢慢的感覺好像還算回穩了 這個天降正義啊 感覺應該要再給他升一點點那個攻擊能力 應該會更好 應該會更好 天降正義耶 必須要再給他一點點那個 增加的這個能力應該會不錯的感覺 轉起來 轉起來 我們剛剛打贏了第二隻Boss 現在準備要面臨第三隻Boss 然後大家跟我講說就是如果看不到畫面的話 可以把特效關比較小 關比較小的話 好像就比較 喔唷 旁邊那隻Boss直接朝我身上撞過來耶 但是我沒有發現他 然後 他就被我打死 他應該是被那個吧 被那個天降正義的火炮給弄死 所以我覺得好像 應該還算是不錯 應該還算不錯 打單體的話應該蠻爽 我們待會可以看一下Boss 這機械如果變成自動瞄準的話 是真的蠻舒服的耶 可是我在講 大家應該感受得到 就是如果你們一開始用天降正義的話 我覺得大家 現在用天降正義的話 應該會很明顯感受到就是 喔 現在用天降正義其實 蠻爽的這樣子喔 其實會蠻爽的 來 來 進起來 貼戈者 其實我是希望哪一天可以看到就是 氣功波全套或什麽之類的 然後他都可以就是 射超大一個光束的 然後往前射或往上射 喔 那個我一定會很愛 不是 這個目前來說 他們這個子彈就是我們沒辦法擋啦 守護者現在是不是又沒料 你看 天降正義好像還蠻強的耶 他直接把那個 把那個Boss噴死耶 有沒有看到 他其實還蠻能噴的 上面有那個雞腿 雞腿先留著 待會再吃 來 守護者 一堆蠍子 我的天 不覺得這很像一張地圖嗎 超滿的蠍子耶 妖族 這關確實啦 這關如果 沒有一點點能力的話 這個新手絕對是噩夢的 我可以百分之百跟大家主定 有沒有新手打這關的時候 是完完全全一次過的啊 其實我覺得前面好像蠻多關卡 就已經算是那個了耶 已經算是有對新手的門檻了 像那個董事長就是 董事長真的還蠻 還蠻難閃 那個還蠻需要一些東西耶 不然真的是 蠻辛苦的 喔 四上最硬 他們直接被 被垂飛耶 四上最硬 哇 大家目前來說如果你可以就是 你自己想像的到的話 你會想要有哪一些能力出現 大家可以下面 腦洞大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大家心裡想的 最想要的招數是什麼 我應該會蠻想要看到的 我就是可以一直擊殺的 假設你就要閃怪閃很久 或是吃什麼一些地圖上的東西 然後吃完之後你就可以就是 釋放查克啦或幹嘛之類的 然後直接來一個那個 鳳葉斬 然後直接把Boss給斬掉 那種東西我應該會蠻喜歡的 不知道之後會不會出 就可以放大自己的攻擊力啊 可是你地圖上要吃一些東西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會隨機在基礎上彈珍 應該會蠻有趣的 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哈 Boss是誰 蝴蝶 我有蝴蝶 有追蹤彈 追蹤彈比較麻煩一點點 因為我們那個 守衛者好像就沒辦法擋嘛 可是我們應該要走前面一點點 讓那個 讓那個天降正義去弄他 對對對 欸不是我們是不是已經死過了 我們是不是不能再死 我們好像不能再死齁 對對對 我們不能再死 小心一點 美音A系啊 那你看這個天降正義過去 他如果有掃到的話 確實蠻爽的有沒有看到 他一直在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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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掃爛 他掃爛 他直接鎖爛耶 這個天降正義直接鎖爛耶 我覺得是可以的喔 是可以的 nice 那第20關卡我覺得確實 確實是 新手還滿難的關卡 那這關的話 我覺得就真的必須 靠自己的那個力量耶 就是你必須要升更多的裝備 這樣才可以啦 我覺得好不好 或是你們有什麼推薦一些 新手朋友如果還沒打贏這關的話 你們可以推薦他們帶什麼樣的裝備呢 你歡迎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 留言一下囉好不好 那今天我們有宣傳一下 哲平之後要開的電腦 桃中的這個貓腳印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追蹤一下他的粉絲專頁囉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視頻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 掰掰